亲爱的朋友,你好,我是米娅 福音对话帮助你更多认识基督信仰 一起来聆听福音对话 学问学问,就是要学也要问 有问有答,让人真是无法自拔 请听福音对话 耶稣复活的伟大诈吏 耶稣确实埋葬了吗 请问耶稣死是死了,他真的埋葬了吗 当时罗马法律把每一个定时价的人视为恶人 家属是无权收礼他们的尸首 必须由罗马政府埋葬在特定的恶人牧场 作为子子孙孙羞辱的标志 而耶稣已经死在十架上 应验了先知第一步预言 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 到了晚上,必须收埋的时候 亚历马太人约瑟 他是一位犹太议会的义士,是个财主 他去见彼拉多,求耶稣的身体 彼拉多代表皇帝赐予,吩咐人给他 这件事情,竟然完全应验以赛亚的预言 也就是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 我亲爱的朋友 如果你想更多地了解基督信仰 欢迎收听现代人的希望 我是米娅